说到底移民该选择什么 或者还是不是个好事 就是你看你记得当年你们那个年代 有一个人写过著名的一个电视剧 叫北京人在纽约 纽约那不用我们后来 那个作者姓曹的 那个作者现在已经70岁左右了 年过七旬了回来了 回来在北京 又写了一本书叫什么呢 纽约人在北京 你看他就说照他的观点 他就说 他说美国就是什么呢 叫做儿童的天堂 青年人的战场 老年人的牧场 就坟场 老年人的坟场 他就说你这个游客去 你觉得那个好啊空气好啊 这个好 他说你 但是他提到一件事 他是说你没有试过美国的这个金融制度 都是负债的 就是在美国你只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你还是个人 你要一没这个工作 你立马成孙子 就是因为你房贷 车贷 学贷 就说这根本就是一个 就是他就说你被这个美国金融制度 只要你试试这个滋味啊 你就 丁老师 我觉得你同意他这种观点 当然 当然 我们到美国去的第一年 老华侨们 看完老华侨们就看出来了 当然那是个老华侨 大部分都还是 所以劳工阶级 在中国餐馆 他们打工的就是老华侨 你就发现 很多的老华侨 到老那个年纪的时候 都想回到故土 他说回到故土 我这点钱 也能够使我们每天 喝点一小酒 溜溜狗走走路 是吧 在美国就很惨了 因为他们也没有 很多的医疗保险 因为这本身 就是新移民的一个问题 对 我今天我跟广美还说呢 我说聊移民 就主要是他们俩说 嘉辉在美国生活 丁老师 对吧 后来广美也启发我 说咱们在香港生活 也算移民呢 对于内地吗 在香港生活这么特别 有点忘吗是不是 对 因为他们找我的时候 我现在想聊移民找我干嘛 我没移过名 后来你想 不是 我好像也是一个算移民 还移了两个地儿 所以你看 你比如说在咱们这个内地 比如说有一些那个伪装 咱们内地叫伪装建筑 很多人家在阳台上盖一个 盖一个什么 然后呢 我在香港 跑马地 买一个这个房子 有那个天台 我买的时候 是这个 人家卖给我的那家 上面是加建了一层 那已经加建了几十年了 但是呢 银行要给你按揭呢 按香港法律 你全得拆光 拆光了 我说 我搭个这个检疫棚嘛 我搭个检疫棚 而且呢 你看这咱不了解 人家这个本相本土的规矩 我就得问当地人 这就说明呢 问当地人 你也得问对人 对 我问的是我的那个装修佬 然后那个 我那个装修佬 在香港装修40年了 加上他爸 老豆说我老豆很有经验的 说这个 就是前建 说你这种性质的 没有问题 不会管到你的 然后就是说 我给你建 然后呢 就是说 你记着 乌语鼠呢 会给你发信 让你拆 但是呢 你不要理他 一般来说呢 就是说 你要等到一封 粉红色的信 那个时候 你再拆 然后但是一通常到 那个粉红色的信呢 已经两三年就过去了 你就还能享受啊 所以我说好吧 你这装修佬 有哪一个村的 新界的 新界的吧 对对对 他拿了新界的法律 他拿的不是跑马地的 如果最后呢 就是说 给我信 我都不理 不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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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呢 粉红色的信 一直没等到 等来了一封黄色的信 然后我一打开 这乌语鼠 现在检控你 情于4月27号 到东区裁判署提堂 我成被告了 你知道吗 吓得我 我说你这怎么回事呢 这个装修老秀 没有那个粉红色的信呢 他说 不要紧 你赶快拆 好 这就赶快拆 拆了之后呢 就是说 先认罪 你要 要 要 法官大人 我都拆了 我都拆了 然后就是 罚款不等 最后因为我呢 还常在内地工作 人都不带香港 说 请一律师 花一万五 请一律师 当庭罚款一万 所以你看 这说明我这不算一段新移民的 当然新移民的 但你这个情况 比我们遇到的那个情况 要仁慈的多 我们刚到美国去的时候 听到的第一个对我们震撼 是两个韩国人 他跑到纽约去 在纽约餐馆里面打工 然后呢 纽约东西很冷 他们想吃狗肉 怕四年想吃狗肉 结果他们一点英文都不懂 我们留学生嘛 多多说他懂的英文 他跑到超市去想买狗肉 总是怎么会在美国有狗肉呢 然后这两个人实际上是熬不住了 就把人家的宠物狗给偷吃了 哎呦 偷偷吃了 这两个人并不认为是犯罪行为 关键问题在这里 就跟你一样 前进一样 他并不认为这个是违法的 他们把人家狗吃了 就把那个骨头就包一包 以后就扔到他们那个 前面那个垃圾桶里面 结果人家后来又找找找 终于找到了 一找到以后 这两个人判了六个月 哦 本来说判得更多 不是 他不认为是违法是说 不认为吃狗肉违法 还是不认为偷人家东西违法 偷狗谁都知道违法 他们不认为吃狗肉是违法 他们更不认为 偷人家狗是法三家法 所以说对 没有 其实文涛你是那个 科技进步的受害者 我觉得因为这几年特别严格 因为有航拍 他们那个政府执法 经常你以为他叫小孩子在玩吗 没有 他在执法 放个飞机看你们这样豪宅 谁是违章建筑了 我也不算豪宅航拍 其实他都不需要航拍 他那个都有纠察队 你的邻居就是纠察队了呀 纠察队 你说那个像北京一样的 这个什么小家老太太 对啊 北京有朝阳大妈 对 相当有爱投诉的市民 是吧 广美你看 你能分享分享吗 就是说这个移民怎么适应新环境 我为什么找我谈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说 我自己其实也是个移民 也曾经是一个新移民 因为我觉得 我老觉得我是属于这个宇宙里面的 就是你把我放到哪里 我就会用最快的速度自得其乐的 我就把我自己当成自己人了 嘉辉也是跟这个丁老师一样 那移民 移在美国生活多少年 我不算移民 因为我经常这样分开 移民跟移居是一两回事 移民的话 你就是有一点连根拔起的感觉 至少是一个长期的 然后你跟那个环境建立关系 我在美国几年就是移居 从我去的第一天我就清楚 我不会在这里拿什么绿卡 拿护照 我学完的时候 因为英文不好 很憋 而且我就是爱吃狗肉 以前 没有了 我不吃狗肉 不要这样看我 我配合丁老师的口味而已 你只是爱偷狗 叫鸡鸣狗道之徒 在哪都好混 鸡鸣 然后那个 后来当讲师 也拿了最佳讲师 那学校看我毕业的时候 就叫我说 要不要考虑 假如我楼下来 他们会替我办 那我只有当天 也考虑了两个钟头而已 那我觉得我英文还是不好 楼家在那边八年了 有时候讲课我还一边讲一边心里在笑 心里想这些养鬼子学生真的听得懂我说什么吗 然后我就决定不要了 我就回来香港敞荡江湖 而且那时候刚好1997年 我就想回来见证这么重要的时间 假如我像丁老师当时的情况 我不会这样想 我觉得人家这样看我一定想约 还是约我吃饭什么 所以我比较不会受伤害 然后有时候会有一种情况 有一次我说我所谓受伤害是什么 突然有一个香港女同学 一起读博士班的 有一次不晓得一些小矛盾小冲突 他直接就说我一句话 你看你家会整天对于我们香港自己 中国来的学生就臭的脸 黑格上你说我黑口黑脸 他不知道我就长这样子吗 我就有吗 他说是啊 你看到洋人就笑口咪咪 就是我 闯阳媚外 对 就是那种感觉 我就很受伤害了 为什么 我不觉得自己是这样 可是我觉得我对于洋学生 可能会笑容比较多 为什么 广东话说 遗羞皆朝 遗孝皆朝 英语不好 有时候别人讲我不一定全部听得懂 我就只好笑了 特别的友善 特别 Yeah right Yeah of course 其实我根本听个屁啊 根本不懂他讲话 别人看起来就是说 你对洋人从洋媚外 对于我们自己人 黑口黑 黑口黑你 我觉得我蛮伤害你 这个今天中国富起来了 而且全世界的科学技术啊 通讯啊 对 都很发达了 很简单了 是吧 还应该不应该移民 需要不需要移民 移民对不对 好不好 我也都坚持这一点 如果在你自己看起来 移民是一条好的道路 我建议你一定要试一试 试一试 试一试 试成功了 也许你能够开辟一个天际 试不成功 你再回来 乔外移民给的钱不少 试不成功你再回来吧 交去费嘛 我觉得先移居吧 先移居 再考虑移民 因为我觉得看世界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但世界那么大 你哪知道哪才是最适合你的地方 你不是 你永远不知道 我强烈建议 现在有本事的人 不要一天讲 哎呀 我明年移民到英国 美国 法国德国 这算什么玩意 全世界都都知道 你有本事 现在移民到非洲最偏僻的地方去 到那地方当囚杂 那才是大牛 是吗 我估计那个能免签 是吧 直接非洲移民欢迎你 现在移民的关系不一样 我们那个年代讲的 真的是一去 壮士一去 不服回那种感觉 或者说我去了不成功 我就不回家 依景还乡 现在不是吗 我可能去 为了某些原因 安顿了小孩 或者说拿来护照 飞来飞去 现在都是在城市 跟国家之间飞来飞去 所以刚说 其实移民假如 不管叫移民 叫移民还是移居 有一段 那个在外面生活的经验 非常美好 所以其实呢 我现在觉得就是说 站在这个历史的高度上 就是有那么一句话 这个中国人呢 作为人口最多的这个大国呀 我已经看到 过去是这样 现在是这样 未来也必然是这样 就是说啊 凡是有太阳照到的地方 都会有华人 这其实从历史上看 甚至跟中国的经济发达 还是不发达 都没有关系 最近你看 我看有的学者就研究 就说我们过去认为啊 就说中国好像什么 曾经有个阶段 闭关锁国 那是一段很短的时期 比如说明清时候 曾经短暂的这个海禁 其实说中国人封闭啊 是一个误读 就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啊 一边丝绸之路 或者说是这个海外 比如说宋朝南宋 这个中国 包括这个郑和下西洋 就真正说那个海禁呢 是历史上一个较短的时期 大部分中国历史上 大部分的时候啊 实际永远一直就有华人 往海外走 你中国在世界上最不牛的时候 他们也往海外跑 对吧 这个南洋华人 你现在中国经济好了 他一样都往海外跑 所以说我觉得基本上 从这个历史上来讲啊 最后咱们这个遍布全球啊 是不成问题的事实 现在已经遍布全球 已经遍布全球了 你看他说有太阳地方 就有华人积民 现在没有太阳地方 也有华人积民 就是北 就是北极南极 北极南极 北极南极 没太阳吗 那个地方一年大概 极业的时候 对对对 你像那个实际上 你像我们那个读书的时候 有一句话我到现在印象多深刻 一部人类文明史 就是一部人类移民史 就是一部华人移民史 华人是这个中间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干 人多嘛 确实说的啊 这个英文不好 是不是头一个问题 我想比英文不好 更运动是钱的问题 如果你钱很多的话 英文不好 你遭样可以到处移民 然后就听人家的话 说你要想续好英文在美国 但有两个图结 你看你愿意选哪一个 第一个 不管什么女的 只要愿意给你两个同居 都可以 然后呢 你跟他学英文 你跟他干活 谁给你出的这个主意 就是美国同学 美国同学不错 李银河 我觉得是李银河 没错 第二个呢 是最简单的 我采取了第二个办法 是你啊 买一个最便宜的 核白电视机 因为那个采取电视机很贵的 然后你有事没事 电视机开着 在那里面听那个透口秀 其实我刚来的时候 我的英语大概就十句话而已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 而且很穷 特别穷 虽然凤凰给了我一份 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挣过的高工资 真的 那当然 你以前得穷成什么样 但是 穷着站着睡了 没得躺着睡了 房间太窄 天啊 他用站着睡了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你腿太长 房间太窄了 你跟凤凰高层有关系好 15平米的房子住两个 另外那个姐姐比我还高 1米8的 阿凡达 那个房子 就是凤凰给了我一个那么高的工资 但是我那个时候的房租 用掉我工资二分之一以上 所以其实日子是过得很苦 但是那时候让我更苦的是 因为语言的关系 你就觉得你是一个这个 这个叫什么 有口难言的这么样的一个人 香港有这种感觉吗 有这么厉害吗 96年的时候 你要去问路 那个香港人一听你说普通话 是直接弹开来 他害怕 为什么 我不晓得 他要抢他钱 我还记得那时候 我在一栋大楼里面 那个大楼里面有一个屈城市 我想说他应该很容易 可以回答我问题 我就跟他 对不起我可不可以 我话都还没说完 他真的直接就从那个店门口 弹到最里面去 我觉得在那个年代就是 我跟你说 这个在当年 这个实际到今天 也可能也有残留 就是香港人 是对我们从内地来的人 是有些人是有一些瞧不起的 这种瞧不起你知道吗 我的一个心灵的一个伤害 我还曾经记得 就今天香港有名的一个女明星 我当年刚来香港的时候 港台 给我们录一个广播剧 因为我原来也是广东电台的 然后就这个香港的这个女歌星 跟我一起录你知道吗 这不是一个那种立杆的那个麦 就是到了我的台词 我上去录 所以我们俩必须并排 我当时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感觉 他拿这个纸巾 我们两个一凑到话筒的时候 他这样 你知道吗 我很就是我很敏感的 我就觉得他觉得我臭 非碟 不是 他就是 那你臭不臭呢那时候 我是臭啊 就是也不注意个人卫生 好几天不洗头对吧 但是我的感觉就是 哇 我说你至于吗 在这录完了什么什么 啪 马上弹开我 就像你说的这样 我想起来 就我说我是什么瘟疫吗 就是 我不认为他对我是有任何歧视 我觉得更多的是 因为毕竟香港的官方语言 英文跟广东话 他听到一个陌生的语言 而且我真的觉得 那个96年可能对他们来讲 这个普通话还是比较陌生 而且有距离的 当他没有办法帮助你的时候 他第一个反应就是 先弹开 我跟你不同 我就是 我刚到香港来之前 因为我在广州七年 所以呢 你也会说白话的呀 但是你会听啊 你就认为你会讲 其实我们在广东电台的时候 大院里是讲普通话的 但是我始终认为这不难 所以呢 我就到了香港 香港就是我们公司这个著名的这个故事 我冲着一个叫教你的一个转稿啊 给他砍了半个小时 最后就教你说 哇 邓先生 你的国语东莞口言很重啊 所以我觉得无论你是要移民也好 移居也好 我觉得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脱离自己的舒适带 我觉得这个心理准备是需要有的 就是说你要放下很多的这种尊严吧 要去学当地的语言 我当年学广东话的时候没少受罪 连女孩都欺负我 我们到茶餐厅去点菜 他们就你点吧 我想吃那个点一盘那个菜心 他说点点 跟他讲说 我要脱衣 脱衣 菜心叫脱衣 脱衣 我要脱衣 但是脱衣 就是那个音调差一点点脱衣 太高兴了 我很好奇那个服务员 要加辉学这个话就成性骚扰了 不是 那个我很好奇的服务员怎么反应 我是假如是男服务员 一定马上把电话号码 我所有 我同桌所有的女孩都特别高大漂亮的模特 他们就这么整我 那时候很受伤害 但是你不经过这样的阵痛 你不脱离这样的舒适带 你不可能学 我第一个受伤的是什么 就在皮士堡大学上课 上了个基础课 就是我们读布式学位的基础课 我们班上 大概有三二来个学生 外国学生大概大部分都拉丁美洲过来的 我大概是在班上是三个亚洲人之一 唯一的中国大陆来的 但是我拿的是皮士堡大学 大学校长的讲语业 就全大学最高的讲语业 然后在班上一句英文不敢讲 一个问题不敢提 老师布置周园听不懂 两个星期下来 班上两个白人同学 难得 就有一种很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因为他们知道我拿出最高的讲语业 他们自己是要付修费的 那个眼神虽然我不懂英文 当然我能读得懂他们两个的眼神 那意思就是说 像你这种白痴也真的把我们美国 那岁人的钱拿那么多放在口袋里吗 他直接讲 不 我就要多懂他的眼神 你觉得他心里正面 是翻译出来的 你想多了吧 我一点都没有误多疼的眼神 眼神是有缘的 你没办法证明啊 可以证明啊 可以证明啊 可以证明就是患上了受迫害 这是第一个受迫害 你要问我多得很啊 加一辉来一个 但是丁老师 你应该回他 你用你的眼神回他一续 我最喜欢那种 你看不惯我又干不掉我的 感觉 我还不是人家的钱啊 这就好像最近表情棒嘛 蛮有趣的 我那个脸皮比较厚 所以就没有觉得受伤害 他讲的这个情况啊 我帮你跟你讲的那个情况 我们到遇到一个 住在一个楼上 我们那个三层楼 那个第二层楼 一个老王 我们不好讲名字 名字我记得 他是东北来的 他是学那个 汽车拖拉机专业的 这个哥们喊 这个哥们比我们 当时要大个社来岁 他已经是中年人了 我们那是小青年 他跑到美国区以后 他英文屏幕还差 但是他胆特的 每个周末都起不通 都在吃饭 跟你一样 他和临走的时候 就做了一件 特别有趣的事 这在皮士堡 人人皆知 就是华人啊 人人皆知 他出去的时候 他已经立定位 回来以后要当院长 他走的时候 当然是系列的副主任 所以干部说你到美国去 美国很腐败 要终于不要给资本主义 生活方式辐射 回来以后就麻烦了 然后他临走的时候 就跟那个学校里 那个卫生所啊 要了一大堆的 那个避孔套 卫生套 就不要把坏的毛病带回来 然后随着他跑到美国去 以后好像没什么机会用 至少我们的感觉是这样 他是访问学者 就是十个月就要回去了 不我们是独学位嘛 临走的时候呢 我们到美国去 跟美国人学 就是叫Yad Say 就临走的时候 就是把那个不要的东西 就放在那个 前面花园里卖掉嘛 他把所有能够东西 拿着都卖 其中呢就包括 来带上一大包的 我被奔刑套 故奇了吧 我们一看以后 就闪眼 说老王啊 这个东西不能卖 因为这个传染病呢 他说我这也没用过 我们讲人家也不知道啊 美国人不知道啊 你这个在美国卖了 也不知道中国卖 我想起来了 他马上回去以后 就拿一个大白纸牌 然后就用大那个 出了那个笔就写 never used 从来没用过 那才新才的 这就有像有些观众 这个黑我 说我的大脑最值钱 因为是新的 从来没用过 但是这个 我这也插一个题外话 这句话没用过 可以很幽默 黑你 可以很哀香的 有人说全世界 最短的小说是什么 从来没用过 对 就是那个海明威写的 据说是他写的 那么就是说 那个两句话 就是那个 一双 一双婴儿鞋子 这是baby shoes never used 就是一双婴儿鞋 从来没用过 哇 这有很多故事 很多想象 想象 那当然 对 到底什么回事 到底什么回事 是买的浪费吗 还是英文人很不幸去世 整个马上 他什么都没说 所有的故事都有可能想到 老海的小说 说的 这是最短的文学小说 所以他可能在赞美你 大家大脑 never used 我们就想 但是你知道 对于我来说 为什么我不去 我确实英语是一个原因 你到了那 就是你看我在香港 对吧 因为我有这个东莞口音的普通话 还能通行江湖 能应付一下 我有过一个体验 就是说 你真到了美国 就是英语不行 什么叫寸步难行 我约略能够想象 因为我经历过一次 我有一次是跟着这个鲁豫 你知道就是去这个纽约 我们一起出公差 我第一次去美国 就是跟鲁豫一起去的 我当时就发现 如果我要去了 我就是得依赖在鲁豫的身上 就是我跟他寸步不离 就从早到晚 寸步不离 一直到 即便到你回房间里 就是到最后 到最后是半夜 鲁豫在我面前说 你跟到我房间干什么 逛了去就逛 在挪威奥斯勒 我就看到一个 韩国人 仅次于你的智慧 他带着老婆带两个孩子 他要喝牛奶 他英文也不行 那根本讲是挪威奥 挪威奥很难 很难讲的 我都听不懂 他后来又讲了好半天 孩子要喝什么牛奶 他本人大概要喝什么 什么不带脂肪的 太太要喝什么半带脂肪的 孩子要喝全带脂肪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全脂脱脂 就是很复杂的 搞了半天 对方那个傅文听不懂 结果和他想这个举照 孩子要喝吗 喝妈妈的那种 然后他说 我跟我带着来喝 非常振动 这是脱脂的吗 脱脂的 他认为这是脱脂的 这是牛的 这是人的 这是人的 然后傅文一看起来 马上明白了 No problem 光美你讲 真的不一样 没有 我刚才我只是想要讲 就是说这个没有办法懂当地语言 是真的有生命危险的 就好多年前有一个 也是在美国的案例 我们都知道美国的警察公权力很大 但是基本上他们一般还是很 就是以一个合法的方式来 去检控你或者是干嘛你 OK 他截停你 他会告诉你说离开你的车子 就我们看定离开你的车子 要不就是手摁在地上 要不就是手摁在车上 你一个指令一个动作 但我们的本能反应就是说 我为了要表示我是良民 我是有执照的 我可能要伸手拿我的驾照给你看 你一伸手完蛋 噼里啪啦 这个就直接把你摁地上 把你痛打一顿 到你没有还手的能力为止 结果你看他手上拿出什么东西 他不是拿任何的枪械 他就是拿出他的驾照而已 是是是 所以这个都是很著名的一些案例 所以我就说这个不懂当地的语言 是有生命危险的 而且真的就是我就觉得不光是 而且因为这个语言 为什么你比如说你像这个出国移民 虽然我没办过这个手续 但是我去过一次香港 你摆一次 我不用四个办 我跟你说我们公司 我出公差去美国都被美国领事馆拒签了 香港这个美国领事馆 我就跟嘉辉说的 说对老外笑脸相迎 我们去派我去公司派我去美国 去主持一个什么美国赛区的一个悬美比赛 你知道吗 这个公司的秘书把所有的都办好了 早上六点让我到那个美国领事馆 香港的美国领事馆排队 然后我就觉得我这个英语不太好 就是像你说的 人家说这个外国人你见到他要笑 对吧 在笑 然后我碰见了一个美国领事馆 一个女的一个大肚子 长得还挺漂亮 怀孕的 那个女的见到我 她一点也不笑 瞪这个大眼督子这么看着我 然后她就问我一些 我也听得半懂不懂 然后问我一些很奇怪的一些问题 说你这个去那个有没有收入啊 我说收入是我的公司给我的呀 他说这个你的公司是在香港给你的 还是在美国给你的 什么什么的 我管她在说什么 然后最后就会说极了 就是说那这个什么 你就挣钱还是不挣钱 跟我说半天这个事 最后问我你这个工资啊 什么的 我好像是问我这工资是多少 我最后急了 我就跟他说 这都是我们公司给的 他爱给多少给多少 不能的违法 走了 就最后我们公司秘书就说 怎么回事 这我都给你弄好了 你出公差给拒签了 后来他就说我 后来就是他们又找这个美国领事 香港美国领事 那个美国领事后来就就就说 说这个女的 就是首先他怀疑我动机不纯 他怀疑我要去美国打黑工 然后呢 说关键的一个怀疑就是说 没有理由的冲他呲呲呲呲笑 因为惨呗 他就觉得心里有鬼 我跟你讲 我记得以前经常跟朋友讲 这种误会可大可小 我生平第一次去美国去撒威夷 就是差不多那种语言的误会 表情的误会 还有行为的误会 干嘛呢 我下飞机 你要检查行李 路径那个高大威武的白人警察 那个海关看我那个行李 然后瞄我几眼 我也是这样对着他笑 我没有看到老外都是笑 这样 扎扎扎扎 挤眉弄眼的这样笑 然后呢 他突然本来对我笑 突然不笑 胸起来 脸凑起来 干嘛呢 然后还找了几个人过来 把我抓进房间 收身 全身收 身体所有的部分 你能想象的 他都收了 那我无所谓 我清白 身正不怕影子歪 收完之后身体不清白了 没关系 因为我心里想 好 你要求的 反正我坐完飞机那么脏 你要看就看 然后收完之后 什么都没有 清白出去 老外也很好 给我道歉 说抱歉 给你带来麻烦 我说到底what's going on 发生什么事 原来他指一下 说我行李里面有避孕套 发现有避孕套 他说 刚才丁春秋卖的是吗 没用过 没用过的 没有用 你带的 already used 原来过程里面 我记得他检查 不是有安全套犯法吗 不是 第一个我很年轻 第二个 他那时候问我一句话 他说 我记得他搜寻你的时候 问我 你有女朋友吗 在美国有girlfriend here 我说没有啊 然后后来他怀疑 原来他怀疑 我用安全套来运毒 藏在身体什么地方 因为他说你没有女朋友 怎么会自己 从香港过来 带着安全套 带了一百多个 那他不要解 讲回来过 所以以后我都警告 年轻的朋友过关要小心